王凯谈怂怂终于撒糖了 郭主播简直没眼看 直到第35集的时候 陈肖和郭南亭才抱在一起 两人排除万难终于过上了小情侣的生活 不仅一起捅飞 甚至在机场里都在无时不刻的撒狗粮 而在最新的剧情里 乘客猝死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江涛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之上 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只要郭南亭在成为陆航的副总之后 也终于下定决心告白了陈肖 对这次迟到的感情 陈肖激动的差点哭出来 郭南亭温柔的拥抱着陈肖安慰她 走进以后两个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如今的郭南亭拥有了更大的权利 她派出万难恢复了陈肖的急掌职务 两人也搬到了一起住 没过多久 郭南亭就求婚了陈肖 就在万米高空的机舱内 陈肖从未想过幸福会来的如此之快 两个人在澳洲举办了婚礼 陈肖和妈妈的关系 也因为结婚这件事得到了缓和 如果陈肖能生下一个大胖孩子 说不定陈妈就会更加的安心了 所以非常的期待后续剧情中 郭南亭和陈肖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画面 其实关于《向福而行》这部剧 王凯和谭苏宇真的把郭南亭和陈肖给养活了 他们二人将这份灵魂相通的契合度 展现的淋漓尽致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少观众都非常的磕这对CP 那么也有观众要问你了 那为什么陈肖只爱顾南亭而不爱你战 顾南亭为什么只爱陈肖而不爱李宇恒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陈肖与顾南亭的灵魂是相同的 准确的说 陈肖与顾南亭两个是同类人 有着相同的三观 首先是陈肖与顾南亭都有翱翔蓝天的梦想 顾南亭的父亲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母亲是研究飞机的 由于家庭的熏陶 顾南亭从小就立志当一名飞行员 本来想做空军飞行员 由于父亲一年早逝 为了陪伴母亲 他只有飞了民航 陈肖从小喜欢飞行 喜欢自由 因此很早就树立了翱翔蓝天的梦想 顾南亭与陈肖对飞机的这份工作的热爱是相当的 彼此是懂的 当成父请顾南亭劝说陈肖放弃飞行员工作时 顾南亭坚决反对 他说飞行是陈肖一生的梦想 他在这里找到了最大的价值和成就感 如果劝他放弃 他的生活会崩溃的 其次陈肖和顾南亭都饥饿如仇 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 顾南亭对于工作要求严苛 违规必究 刚开始的时候 陈肖没少受顾南亭的处罚 陈肖更是如此 刚刚转到客运部 本来已经降为观察员了 但一听说有渣男骚扰成员员 他设计让渣男承认错误并道歉 然后选择报警 耽误其他乘客的行程 遭到陈哥的投诉 最后连观察员也做不了 被迫去地勤 公司在新航的首航中 遇到一个突发病人 陈肖作为副驾驶 极力劝说机长被降 让病人得到及时救治 将机长从公司和自身的最大利益考虑 没有选择被降 最终导致病人在机上心远性猝死 上午江部长要求陈肖跟他统一口径 省去被降这一劫 把公司和整个机组的责任降到最低 陈肖认为站座对死者和家属不公平 既帮助家属找律师又出庭作证 最终打败了江部长 还死者和家属一个公道 就要陈肖和顾难亭的价值取向一样 他们两个人做飞行员的目的 不是为了挣多少间当多大的官 而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社会价值 对于公司的董事 他们从不刻意逢迎 在公司的董事酒局上 孙董明显表现出了非分之想 江部长为了逢迎孙董 极力劝说陈肖喝酒 陈肖就是不喝 顾难亭看见孙董的手搭在了陈肖的肩上 冲过去一把甩开他 江部长说这是孙董 顾难亭说孙董怎么了 在新加坡的首航上 江部长劝说陈肖除了飞行以外要全面发展 陈肖说我想像顾江源一样 飞航每一趟航班 保证每位旅客的安全和舒适 在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才让大家这么刻难得消停这对CP 当然大家喜欢这部剧的原因还有一点 那就是坦孙韵所表现出来的清纯气质 今年已经33岁的坦孙韵 一张娃娃脸从出道以来几乎没有变过 夜神清澈神态自然 她的少女感源自于她的纯精内心 这种少女感无法伪装也无法假扮 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坦孙韵这位野员 坦孙韵1990年出生于四川卢州 少女时期的坦孙韵学的是舞蹈 2001年坦孙韵进入四川省舞蹈学习古典舞和敏江舞 小时候坦孙韵的家也是普通人家 在寒冷的冬天没有暖气 经常靠靠电热弹 然后在被窝里穿好球衣球裤 我会记住生活里那些治愈我的细节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坦孙韵不管什么时候 眼里都有闪烁的星星 坦孙韵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里 父母对他要求严格 这样的家庭也让坦孙韵的内心有足够的底气 2018年的12月底 坦孙韵遇到了人生的治安时刻 坦孙韵母亲遭遇到了严重车祸身亡 那时候的坦孙韵已经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了 亲人的离去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 只有坦孙韵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 毕业后第一年就参演《甄嬛传》中的《纯归人》 在演艺界成为了一名很有辨识度的演员 《纯归人士甄嬛传》中唯一一个毫无心机的后宫品妃 当时坦孙韵只是发送了一段表演视频给导演 就被录用了 那时候的坦孙韵忽闪着一双黑黑的圆眼镜 演起这样一个角色来就像本色主演 后来的一个古装角色就是锦衣之下的圆金像了 因为第一个古装戏的起点高 坦孙韵不敢随便解古装戏 但锦衣之下这个角色是坦孙韵很喜欢的一个角色 坦孙韵所扮演的圆金像 再次获得了一片赞扬之声 坦孙韵特别适合这样的角色 外形娇小顶着一张稚嫩的娃娃脸 但性格刚以能力出众 和外表形成了反差 原金像是坦孙韵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因为她的内心也有一个侠女梦 那一年坦孙韵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作为一名演员 坦孙韵已经很成功了 作为演员坦孙韵很幸运 外貌上有一双领动的大眼睛 这样的角色几乎都是一帆风顺的成功 虽然作品不算多 但每一个都有鞭识度 从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 到浪花一朵朵中的云朵 活着在夏天中 不一样的谎言小姐李艳书 再到锦衣之下 灵动又刚硬的侠女远机下 坦孙韵的每一个角色 都给观众留下了不一样的印象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相扶而行 坦孙韵所扮演的机杖成潇 也保持了坦孙韵的衣冠风格 成潇各自娇小 眼神清正 从外表上看像一个稚嫩的小女孩 但其实成潇训练刻苦 在专业上名列前茅 在感情上敢爱敢恨 在工作上一丝不苟 坦孙韵再次扮演了一名 外貌和内在有着巨大反差的女子 坦孙韵和以前一样 还是受到了质疑 质疑她的身高不能演 与非行愿 质疑她的演技差 就像当年坦孙韵说 算了这些质疑我都不在乎 只在意自己的表现 而如今的坦孙韵 找了一名成熟的演员 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之后 坦孙韵的状态越来越好 相伏而行 整个巨是励志风格的 一群向往冷天的年轻人 追求自己的梦想 驴兽打击也绝不起来 坦孙韵这个女飞行员的角色 为她的演艺生涯 再添了成功的一笔 那么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留言评咯